Layu聊世紀 天天龍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u 今天要來看緬甸人對上高敏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阿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幫選擇的文明是緬甸人 緬甸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伐木技術是免費的 緬甸人他的飛鏢騎兵也是我們俗稱的團戰之鬼 不管是要打工兵還是打騎兵都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這個前提是一定要飛鏢騎兵的數量夠多才行 飛鏢騎兵的特色就是攻擊速度快 而且會打整群的軍隊 非常強大 緬甸人除此之外 他的步兵單位每升一個時代史 步兵攻擊力都會加一 到了後期他的騎兵傷害是非常高的 到了大後期還可以展出大量的大象 他的大象也是遊戲裡面防禦力最高的大象 這個毛巷夫的部分 那緬甸人大部分的打法主要是圍繞在步兵跟大象裡 他的攻兵路線稍微弱了一些 大概是有三級色 但是用戰毛兵的話可能會被射成白癡 所以不太建議使用戰毛 多多利用自己的騎兵去克制對方的攻兵可能會更好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介紹這個藍方犬的文明是 高緬人 高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異次元農田 這個異次元農田可以讓他的 採收農田的速度非常快速 因為他不需要把農田收起來的肉 放到城市中心裡或是魔房裡 他會直接在農田裡自動收成 所以高緬人的農田的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高緬人他主要的打法是打騎士 重裝騎士或是肉馬爆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一些毛相夫 他的毛相夫是遊戲裡面 移動速度最快的毛相夫 到了帝王世代點香銀罐之後 也可以增加3點的毛相夫的傷害 所以這場對決算是大象 兩邊都是大象文明的對決 後期的高緬人也可以考慮轉一些奴炮 或者是奴炮相 雙重奴炮的話 其實打起來也是蠻厲害的 因為這個雙倍奴炮 我覺得是比羅卯甚至更強一點的 畢竟暴力沒學 兩倍就是比較厲害 高緬人也是唯一一個 可以用這個房子去讓村民躲進去的文明 那這個效果是讓我以前在玩征服者時代史 那時候我可能幼稚園還國小 就一直覺得為什麼房子不能躲人 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但沒想到高緬這個文明一出來之後 就滿足了我以前小時候 對這個四季律果的幻想 聰明版就應該要能躲房子裡嘛 對不對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場兩邊會怎麼打 好那目前看到地圖方面 高緬還不錯後面有一塊附金 然後正面的部分金子也在前方 小微的部分 這也不算小微 就中微喔 還是可以把家裡可以圍好 好那路也在裡面 這張地圖對高緬人看起來非常的友善 好那來看看緬甸喔 緬甸這邊的地圖看起來就不好耶 他可能果子要遺留在外面 然後這裡圍下去圍到底 然後這邊才圍起來 稍微這樣防守一下 可能就差不多了 那待會金的部分都會在外面喔 但至少金是被圍在裡面的 那石頭也在外面 稍微尷尬了一點 附近的話也是在外面 那緬甸人這邊的打法 可能還是會比較偏向於直層的戰術 會比較偏多一點 雖然緬甸的 雖然緬甸的 風箭實彈喔 其實要打也是可以喔 但是他的飛鏢血病是太強 所以有一些人喔 會打這個直層喔 戰術會比較常看到一點 但以高端場來說呢 就是這個1500或1800分以上的場 緬甸喔 還是單挑的時候 比較常打這個風箭 正常的開打 像肉麻槍槍矛那些的 有瞎打小鬧 那在團戰來說 緬甸是比較常看到直層的 我看會有那種 就會突然打一個 風箭大馬爆啊 或是風箭槍矛往前戳啊 這種是比較少見到的 畢竟緬甸人的飛鏢騎兵喔 城堡時代的這個性價比喔 實在是太高了 好 那緬甸人在阿拉伯的表現喔 團戰跟單挑來說的 戰術策略喔 這次也是差距蠻大的 但他的優點喔 就是不管是團戰還是單挑 經濟都是非常好 免費的伐木技術 讓他初期喔 這個 弓箭時代的時候 就有這個 省下100肉的這個效果 往往可以讓他打出了 更多的肉麻進行壓制敵人 或者是一開始的這個 上層的壓力喔 會更小一點 他這邊打的是弓兵開局 但是肉的消耗就更少一點 那高免呢 則是轉出了5隻毛兵 加上肉麻進行潛壓 全部都是吃肉的單位 但還好 高米這個肉類是異次元銅鐵 所以不怕這個 對方的 弓兵過來 這個毛兵很快就會轉出來了 還有這個弓兵鎧 肉類獲取相當的快速 好 這邊直接壓制過來 弓兵往回啦 這個打不進去 選擇撤退 好 這邊毛兵打村民過來很癢 村民一直在修理 好 這裡被迫下了一個馬就 轉出了肉麻 好 看一下這波交戰喔 那這邊肉麻的主要目標是要打毛兵 然後弓兵去射騎士 不是騎士喔 這個騎兵 肉麻 先把這個肉麻給射掉 當然肉麻要射掉很困難 但是對方的毛兵越來越貼近 他好像也失誤 毛兵的話 貼到最近的話是無法攻擊的 暴明這邊小小失誤了一下 但還行喔 畢竟這個毛兵打工兵還是優秀 而且這邊是高打地啊 好 這隻肉麻稍微溜一下 把所有的肉麻給溜走 好 這邊工兵繼續補 好 終於把這隻手給逼去 哇 這隻天空熊 還在追 好 把天空熊解決掉 太狠了 好 毛兵反擊回去 兩兵都升到了城堡時代 時代相差不遠 好 這邊毛兵 應該是解掉剩下的工兵了 好 那緬甸這邊去打工兵 好 直接鬼轉馬 緬甸人打工兵到了城堡時代 是最極限時候 最近緬甸人沒有母子團 也沒有二級的工兵鎧甲 打起來是有點偏 偏難受的 所以這六隻工兵 可能也不會升級努兵 用這個肉麻結掉剩下的毛兵 暴命補下了跟蹤技術跟平走 左邊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好 這邊高免人一堆肉麻開始亂串 開始看到騎士囉 緬甸騎士開喔 跟高免比起來的話 高免應該是會 更有優勢一點 唉唷 結果緬甸這裡有兩隻肉麻 換進來了 好 用這個洞和賭固 然後整理解決掉剩下的新騎兵 正前方的騎士開始壓制過來 後面的老婆即將招翔 能招到一隻嗎 唉唷 招到一隻騎士了 好 至今再稍微反之回去 肉麻直接解掉 哇靠 這麼的快速 好在招翔 一直招 兩隻在招掉 有機會嗎 哇還是沒機會 這裡高免打出來的老頭配肉麻 哇 他這個打法有點半針對性了 這個肉麻是剛好銜接自己破片時代的肉麻 然後出老頭呢 可以防騎士了 又可以防飛鏢騎兵 還不錯 畢竟對於高免人來說 要防這個緬甸的飛鏢騎兵 也只有兩種東西可以擋 就只有這個老頭跟戰毛病 這邊轉出四隻老頭 然後配上大量的肉麻 這樣還可以 但緬甸並沒有落入限制 本來是 趕快開始農 3TC已經農了上去 串民術來說 現在是領先於高免這裡的 好 那騎士的部份在下面喔 蠢蠢欲動 這裡又想要鑽這個洞進去 他知道這邊木櫥魚很容易被挖穿 帶有兩隻騎士在這邊照應 有洞嗎 有洞 他應該是有看到有洞了 趕快把這個洞補起來 這邊的肉馬被存在東西吸引到 放了過去 附下了一個神聖思想 剩下了一下老頭的血量 但對方的老頭實在是太多了 哇靠 家裡有五個老頭 這要是五隻騎士都被著想的話 可能會血虧 這邊老頭回來 被洞馬抓掉 生物直接自己搬走 謝謝你啊 幫我遇到我面前 緬甸人受不了轉出了槍兵 那我們剛開頭說到 這個緬甸的槍兵 到了帝龍時代後期 實在是非常可怕 因為斯基利國他的一個特性來說 能升到級兵又可以增加攻擊力的文明 其實並不多 就只有緬甸可以辦到 那個 斯基蘭 阿斯特克有這個龍冠戰爭 但他不能升級級兵 只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所以這個傷害來說 雖然高 但沒有像緬甸一樣 可以升到級兵傷害又高的情況 好 這邊老馬 繼續用這個老頭去 著想敵方的村民 緬甸這邊選擇地戰 然後等到大量的槍兵出來之後 想要才要往前 高敏這裡補下了二級射 開始鬼轉奴兵 哎呀 高敏的話他是有火槍的 當然他這邊轉奴兵的話也有強奴 但一樣也沒有武指環 簡單來說就是 沒有維京狂戰士幫的強奴 高敏人 比維京的優勢喔 就是多了火槍 但他後期也沒有火炮 對後期要打完緬甸人 應該也不是太大問題 問題就是 他要怎麼掌握這個 開農的 這個時機點 畢竟高敏喔 他的這個打法主要是走這個重裝騎士喔 還有這個地出喔 是他的優勢時期喔 還有這個城堡時代也是他的黃金期 那只要過得到了地龍時代後期喔 他的優勢就會慢慢越來越少 那緬甸這邊喔 跟高敏的性子喔 其實有點類似喔 但是不同於高敏的事喔 緬甸還是到了越後期喔 可能會越強大 畢竟這個飛鏢騎兵喔 非常的麻煩 好 除非後期緬甸轉出大量的這個 飛鏢騎兵 高敏的話是轉出大量的奴炮 進行反制喔 但緬甸這邊呢 是有火炮的 所以高敏這邊要出火炮 出這個奴炮出來 可能會有點疑慮一點 會有所顧慮也說不定 明天這裡直接大軍入境喔 十隻工兵 配上21隻的肉馬 下方的騎士要再繼續逼低 這命要怎麼防守呢 家裡的田雖然多 但是能守的東西並不多 但有非常多的槍兵喔 已經按了出來了 十幾隻的槍兵 非常多的肉馬 有幾隻槍兵被射倒了 高敏這邊點下救贖思想 待會就會招搶工程器 還有敵方的建築物了 前方的軍營跟射箭場 都可以招搶掉了 下方的騎士 直接撞到了城鎮中心 老頭也是招搶掉了一隻單位 下方的肉馬從下方串了出去 想從這邊開打嗎 這邊開打並不是很有力喔 對方有這個高地喔 可以高打低 好 後面這邊點下了帝王十袋 好 這邊槍兵直接被 中裝 被這個滷兵給射到 後方的老頭 對肉馬十幾 剩下兩隻 全部收掉 剩下肉馬原地開打 那這邊肉馬的一個用途 要趕快去打後方的弩兵喔 正面的肉馬 要趕快用槍兵去解決 騎士趕快出來天兵及後方 OK 這邊細節有做到 看起來這邊細節做得非常好 騎士還在追擊 再一刀 再抽到一隻 好 剩下的騎士跟肉馬 用槍兵解決就可以了 這一波緬甸交戰打得非常好 但時代上已經開始落後於人了 畢竟他剛剛是沒有要點帝王十袋 本來是可以點的 但是他為了要擋這波兵 出了更多的兵去防守 雖然這波戰役是打贏了 但是時代上已經落後於他了 那高兵升到地龍時代就會很危險 但目前看到對方 緬甸人轉出了槍兵喔 這邊還在怎麼還在打 這弓兵還在拉 但是這邊騎士細節還是有做到 開始繼續往後攻擊 先把這些弓兵解決掉 待會槍兵出來就可以戳爆對手 OK 槍兵就是戳 現在槍兵的傷害是4加4 8攻 然後再升到疾兵 6攻6加4 然後再升下加2點傷害 然後再升6加7 好噁心啊這個傷害 好 正方的緬甸 就去爆出大量的槍兵 這種前戳 想要吐使高兵把這根城堡給蓋起來 緬甸這邊似乎沒有打算要升到地龍時代 OK 轉出了飛鏢騎兵 這個時候是高兵的黃金騎 高兵這邊是地龍時代初騎 要趕快去點下重裝騎士 還有或者是轉出大象 或者是轉出奴炮出來 進行反制 反正現在敵人沒有這個 現在還在城堡賽 沒有火炮 可是現在出奴炮的話 雙口奴炮也是蠻厲害的 但他現在要鞏固正面 騎士還是要稍微出一些 而且黃金的部分要稍微顧一下 可能快要斷金了 好 右邊把這個洞盔給堵起來 OK 細節有在做好 正前放城堡 看是被壓制住 好 先轉出強弩 高兵轉強弩 OK 他這邊已經預想到 緬甸會直接上級兵 先行強弩一波 OK 抓掉了這些挖黃金村民 可能出下降了一些 但村數還是保持在140人口左右 高兵這邊策略是150人口戰術的 非常多人口 讓自己的經濟最大化 畢竟人口的空險 就代表你的經濟不夠好 或是軍力不夠好 這邊轉出150人口戰術 確實不錯 而且轉出了強弩 緬甸這邊待會要轉出 級兵出來的話 也會被強弩給克制住 待會緬甸 又要轉出這個 銀貫技術 邁尼普爾騎兵 他的騎兵對工兵單位 可以加4點傷害 所以緬甸人通常要去解對方強弩的話 只能用這個 肉碼或是凍裝騎士 進行反擊 比較常看到的是 死階地龍師在用大肉碼 去打這個強弩 會更多一點 因為黃金都要留給火炮 或是要留給毛相夫 或是飛鏢騎兵 是比較常看到的策略 結果這邊不轉肉碼 直接轉騎士 想用正面硬騎 高明炎強弩 加上後面大量的巨型投資機 4台 4台已經很多了 右邊已經開始衝進去 這邊肉碼開始砍 但是後方大肉碼高明已經升級好 現在是高明的黃金騎 快點推快點推 給他時間剩不多了 好 對方 緬甸升到地龍師在地 限時期是升級的 級兵跟騎士 還是走一個不騎作戰 畢竟他的戰毛病喔 太廢了 跟沒有一樣 好 轉出強弩之後 讓緬甸有點麻煩 好 產生中心也掉了 好 現在上方的級兵喔 已經開始往外戳了 現在級兵上來是6加5 好 上下進攻 上方的村民開始有點被打倒 好 前方的級兵來到28隻 重裝騎士16隻 好 好這邊在等三攻啦 好這邊要衝了 不想要讓對方的強弩繼續有這個優勢在 強弩拉回來 稍微拉打一下 但是沒有三防的關係 騎士非常喊 好 但是這邊前面的肉馬 已經吸引到了一些重裝騎士的傷害 但是這邊的第一目標 應該是要把這個巨頭先解掉會比較好 前面就有野生的八百斤 不拿一下嗎 OK 拿下隻八百斤 好 少量騎士是去追擊強弩 但是 欸 結果最後兩台巨型頭時機沒有拆掉 高明轉出來是大象 你一轉騎兵我就轉大象 這個關鍵策略非常正確 OK 八百斤都收完了 然後放兵喔 其實有點不太夠 雖然轉出級兵來喔 但是對方強弩依舊很麻煩 但是高明的最後一波 因為毛相夫升上去的話 會很難受 所以這個血量會直接噴到三百多滴血 直接噴個五十滴 三百二 三百二滴血 然後攻擊力變成遊俠傷害 十四加四 而且移動速度非常快 待會還有支援在點下銀罐 攻擊就變十四加三 就變十四加七喔 非常均衡 21點 而且現在高明還有這個大象移動速度 快離優勢喔 1.06的移動速度 被這個疾病追喔 也不會一直 瘋狂被貼貼喔 可能打一下就可以拉走 打一下會被拉走 所以高明的毛相夫喔 算是更好去做一個拉扯 這個大象為民 OK 高音塗下來的銀罐 這邊的槍兵三隻已經完成六加七 超高攻擊力的傷害 十三攻的擊兵 好 安民電已經現在大量農田 已經被踐踏過去了 現在肉類喔 非常的缺乏 後面要再補下更多的農田喔 才可以把自己的經濟給補好 OK 這邊重裝騎士 還是想到裡面偷偷繞一下 但家裡還是有毛相夫 在家裡防守 這邊繼續踩他正前放的農田 好 射掉這隻騎士 騎士往前貼 毛相夫開始防守 這邊攻兵的目標 是要射後方的擊兵喔 小擊兵數量變少 自己的大象 我會往前踩他這些騎士 好 這邊繼續往前 強姆一直瘋狂拉打 但強姆數量只剩下十九隻 還在繼續點擊兵嗎 感覺射騎士也是行的 好 但最後這一波 還有剩下大約十幾隻的工兵 最後緬甸人搭出了聚聚 沒有想到這個強姆 最後還是把這個正面的部隊 全部射光 這個大象呢 雖然沒有到 這個 已經完全沉起了 不好意思 雖然沒有到非常大的數量 但他的這個傷害力還是蠻好用的 遇到對方的緬甸擊兵 被戳到的血量還是噴得很快 好 那麼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緬甸人拿下了木材跟 是高敏人 拿到木材跟食物的勝利 這個緬甸就是經濟後血 會輸給這個高敏人 高敏的地出跟層出真的是太強大 經濟實在太好了 那軍事方面拿到1.36 還算不錯的KD 總體看起來 高敏這邊的策略打法算是蠻有料的 畢竟高敏對上橡谷內戰 通常要打的東西不太好打 因為他要轉級兵的話 通常會打出緬甸級兵 那如果自己先打這個公兵配大象的話 對方就不太好轉大象 那如果緬甸有這個高防御的大象的話 其實對高敏轉強龍這件事情來說 是有點小小counter的 畢竟這個毛象符可以加兩次的遠方 那如果緬甸這邊是打大象 配上這個 級兵的話 可能效果又會有點不太一樣 但這個東西就是有點後化了 畢竟這個 緬甸這個毛象符的轉出也是屬實不欲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記憶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